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 范贤便往密室深处去了 所谓的密室里面实在是太大了 至少有两百多平方吧 里面都是一些机器人 进来之后 众人便开始四处寻找 范贤也在寻找 突然 苦河叫道 大家过来看看 这个像不像是救救星号啊 所有人都聚集到苦河所在那块玻璃屏幕前面 上面显示着一封还没有看的消息 顺手打开 里面竟然出来了一段视频信息 画面上的女人格外慌张 而且浑身是血 无论是哪个神庙 收到这条消息 请重视 机器人大军来了 请早做准备 我这边是旧世界乌拉尔山神庙 早些时候人工智能大军袭来 他们动用了新式的武器装备 同时有远古时期机器人的原型在使用 我们推测是竞技之门 中心加速 人工智能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快速进化 人类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 他们攻打进来了 是捕食者 捕食者 画面开始剧烈的颤动 什么也看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 那女人的画面再次传来 人类没有退路了 我们地下城有将近六万居民 今天一个都逃不了 到这里 画面结束 六万居民一个都逃不掉 那是多么恐怖的场面 密室中 此刻所有人都心情格外沉重 人工智能的攻击已经如此深入了吗 原来他攻击这里并非偶然 吴长老 我有个疑惑 机器人制造肯定需要大量的矿石 可是如此规模的数量机器人 我们地球上有那么多资源供给他们吗 质量守恒定律 核爆之前的人类 难道他们没有采用地球资源吗 吴宣平也是摇摇头 表示并不知道 陈天气流中此刻格外愤怒 虽然两人的观点一个主持维持现状 一个主张炸毁竞技之门和人类数据库 可他们并不想看到竞技之门觉醒和开启 造成这一切的都是李维民 都是你 你们要为难六万多人类同胞的死负责 范贤懒得理会他们的嚎叫 这种时候理智的人才值得交流 吴医长 你能确定这封信收到的时间 以及是通过什么路径收到的吗 吴宣平开始逆向操作寻找 很快得出了答案 消息是今天早上才收到的 看来他们那边的神庙线落就发生在昨天 是通过无线电广播的形式 但对方也不确定看消息是不是能被人收到 吴宣平眉头皱起 我们能收到这消息很有可能就是第二协议启动后 电磁移动才收到的 不然平日不一定能收到这些消息啊 范贤在这房间里来回的走动 此时他停在一处机器前 这是什么 几乎密室中所有的机器都在运转 唯独范贤身前的机器没有一点反应 吴宣平过来查看一番 思索良久 或许是有什么故障吧 但是子愿此刻有些激动 这这机器的形状 有点像奶奶之前说过的一种周边的花纹 机器的操作台 是的 就是的 奶奶说有一种机器可以连接卫星 接受什么样信息 连接卫星 范贤感觉自己的脑洞逐渐跟不上 都已经是核爆蔑视后 无数个纪元了 卫星还能使用 不过奶奶也提到过 人类联盟掌握的卫星熟练越来越少 在三百多年前啊 最后一次使用卫星定位神妙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过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 子愿拉着范贤道 范贤 要不你试试看 听奶奶说啊 人类联盟的卫星 只有令牌持有者才能开启 好吧 又是与令牌有关 果然是史前人类留下来的万能钥匙 清理了机器上的灰尘 找到令牌的接口 范贤插上令牌 没多时 那机器人还真的启动了 那块没有亮的显示屏 也终于亮起 但是 屏幕上出现的一句提示 令所有人都很是失望 卫星动能故障 无法维修 最后一次工作 还剩最后三分钟 再看看那屏幕 是一块巨大的地图 不过 只能显示卫星经过区域 有红色般亮起的话 提示说那便是人类尚存的神庙 满屏幕的红色光点 令人心生希望 原来神庙的数量 竟然还有如此之多 但是 卫星反馈的消息还显示 很多神庙都被人工智能攻击 遭受战争之苦 不过很多神庙 遭受的攻击规模并不是很大 顶多能称之为骚扰罢了 人类在绝望中 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 竞技之门加速觉醒 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坏消息 尤其是信息封闭的年代里 更是如此 很多神庙地下城 都会觉得 他们是在孤军奋战 范贤在屏幕界面上操作着 录制了一段画面 向世界上所有 还在抗争的神庙发送 人类同胞们 我是范贤 是令牌持有者 现在 全人类都遭受人工智能的反扑 但是我想 告诉你们这场战斗 你们并不孤单 坚持住 胜利 终究会来 两出的令牌 想必这令牌 只要是神庙 就一定会知道 范贤 是这样猜想的 在卫星动能即将失去之前 范贤将那段话 传播了出去 范贤知道 自己并不是做救世主的料 但是 利用这最后的机会 向全人类传递一份希望 是很有必要的 终于 卫星的动能失去 那机器 重新归于瓶颈 似乎 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样 天眼密室 能够监控全人类 也就是说 它能够启动卫星吧 现在 卫星没有了 以后天眼密室 就不能发挥那作用 不过 五竹却发现了 另外一个功能 天眼密室 竟然记载了 禁忌之门的 确切所在地 禁忌之门的 确切所在地 核爆灭室之后 已经没有人知道 没想到 竟然在天眼密室中 有所记载 在更为遥远的北方 陈天奇 一下子就明白了 难怪这些年来 李维明 一直暗中 收起防寒衣服 原来如此啊 原来 他早就计划好了 是他在计划着这一切 无论禁忌之门 用什么方式 展现在世人跟前 那都不是真实的 禁忌之门 守护着人类记忆数据库 所以 它绝对不能是 云端存在的虚无 一定有本体所在 就好像 卢卡斯系统 也有本体所在 禁忌之门的本体 一定存在某个地方 范贤 倒是觉得奇怪 难道 号称过了 这么多纪元的地下城 之前 都没有人发现过吗 难道说 一直到李维明出现 禁忌之门的真实地点 才被人发现吗 看来 禁忌之门的本体所在 也不算什么秘密嘛 都这么明明白白的 摆在眼前 刘忠有点小心烦 他心中盘算着 需要多少炸药 才能彻底毁灭禁忌之门 虽然觉得禁忌之门的 所在地 被标注的太过于轻松 但是范贤 也说不出哪里不正常 直到苦和开口说了一句 密室中 所有人都安静了 要是给个假地址呢 如果有一个神庙 假设禁忌之门的地址 每二十年被人知道一次 个个都好似李维明 他们这种心高气傲 自认为能拯救世界的人过去 或是想要打开禁忌之门 或是想要炸毁禁忌之门 如此以来 每一次人类得送多少精英过去啊 大师 您看问题的角度 果然跟别人不一样 实在佩服呀 范贤连忙竖起大拇指 果然修行的人 看问题都看得比别人 要更加深远些 天眼密室中 的确有很多资料卷轴 每每都是令人大开眼界 甚至还看到了一些 所谓的武学秘籍 范贤对于上古密室 十分感兴趣 主要寻找这方面的资料查看 苦和对于武学功法 教义经典比较感兴趣 自然也集中精力 看这方面的资料 其他人也都各取所需 吴宣平又发现了一个秘密 从那秘密看来 李维明是已经将他们当作死人了 是关于卢卡斯第二协议的 原来 吴宣平陈天奇他们所了解的第二协议 才是正确的版本 第二协议 纯粹是重启卢卡斯 并无可能影响到禁忌之门 但是天眼秘世中 记载了启动第二协议时 有特殊的手法 能够将条件传达到禁忌之门 从而加速禁忌之门的开启 加速人工智能的觉醒 所以 原本只是涉及他们一个神庙的事情 最终变成了全人类的事情 但是在李维明看来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全人类最后的胜利 所谓做大事不拘小节 牺牲一些人太正常不过了 可李维明为了得到禁忌之门后面的数据库 他竟然做到了如此地步 范贤拳头紧握 他看着刘忠陈天奇 两人现在看似义愤填膺 可如果让他们得到了李维明那样的机缘 只怕会更加疯狂吧 现在 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把了 由于不知道李维明在外面会搞什么鬼 大家不敢在密室待太久 人一定要有野心 但是野心太大 而能力跟不上 终究会被野心撑死 离开的时候 范贤跟在吴轩平身边 老吴呀 我觉得现在神庙最大的问题 所有人都在想着如何拯救世界 而忘记了居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觉得 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呢 范贤与他勾肩搭配 画面十分友善 我觉得黑童这人不错 比你要纯洁 第五百层啊 他虽然做了多段 不过你都看在眼里 自然能够理解 我觉得如果你议会中啊 有这样的人进去的话 议会才会真正知道 普通居民想要什么 吴轩平 眉头微微一皱 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所以 小范公子 不只是想说这一些吧 给他个长老当当吧 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现在 也该摸着正题了 吴轩平一时语色 原本以为范贤 顶多想要个一员 没想到 直接要长老为之 别人的话 吴轩平不敢说 可是黑童 他的确了解 相处了十年 还不算知根知底吗 正因为知根知底 所以吴轩平才想说 黑童是真做不了长老啊 为什么觉得 他能做长老啊 你们什么要 需要一个像他这样 从底层生活上来的人 知道底层人想要什么 讨厌什么样的人 只有神庙全体上下一心 再大的困难呀 都能挺过去 从范贤眼中 吴轩平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真挚 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在里面 吴轩平顿了顿 随后走出密室 他也很简单 不会全数 也就是说 黑童做长老 已经得到了议长的支持 回头看去 黑童与他几个兄弟 唯唯诺诺跟在后面 范贤刻意走到跟前 小黑 日后你一定要守住初心 记住在五百层时候的感觉啊 守住初心 黑童一头雾水的点点头 他的初心是什么来着 劫富济贫 有饭大家吃 有难大家一起当着 187层 李维明一个人回来 现在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由于第二协议启动 很多议员都不知道 李维明现在没有卢卡斯的控制权 因此都听他的话 做了许多决定 比如暂时停止神庙重建 将所有资源都放在远征部队的整合上 虽然议员们都不知道 整合远征部队是为了什么 但高层要做 必定有高层的理由 比如 李维明决定在人类基因研究所的周围 迅速征收地皮 作为研究所扩建之用 虽然这决定通过很艰难 但是在极短时间内 李维明还是做到了 如果是在其他层要征用地皮的话 十分简单 可这里是第187层 是整个地下城的心脏部位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方ORY 没有 说明 没有 不是 感谢观看